那像是我最近就有到泰國 一個大Shopping 因為其實泰國當地 真的買精品的當地人並不多 那你在台灣買 你有時候你要跟那個貴姐拌弄 你還要留LINE 然後你時常要跟他購物 他才會把好的包包留給你 所以我就做好了功課 我要買哪幾款包包 在泰國的百貨公司的精品櫃裡面有 我就做好功課 就一次買了三樣我超喜歡的包包 一次現實的差不多兩到三萬 泰國就不用包裝嗎 泰國完全不用 你一走進去他就是先給你水 你好漂亮 金金水 你就覺得自己很像備受那種呵護的感覺 莊莊要告訴我們 我是奢侈品 精品類的世界地圖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前幾年疫情的關係都不能出國 所以不能出國的錢 偷偷存起來 要買東西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可以出國好好的買 所以我就幫大家整理了世界買東西的地圖 像是因為大家都很喜歡推R牌的 Rimova的行李箱 但是在台灣買就會特別貴 百貨公司又要看臉色有沒有 所以就會趁出國的時候可以到德國買他的行李箱 再到法國可以買H牌的皮夾 那像是我最近就有到泰國一個大購物 因為其實泰國當地真的買精品的當地人並不多 那你在台灣買 你有時候你要跟那個貴姐擲暖 你還要留LINE 然後你時常要跟他購物 他才會把好的包包留給你 所以我就做好了功課 我要買哪幾款包包 在泰國的百貨公司的精品櫃裡面有 我就做好功課 就一次買了三樣我超喜歡的包包 一次現實的差不多兩到三萬塊 泰國就不用包裝嗎 泰國完全不用 你一走進去他就是先給你 Sawadika Sawadika 你好漂亮 金金水 水金金 你就覺得自己很像備受那種呵護的感覺 那像你看我今天就帶來一個 我從泰國曼谷帶回來的戰利品 好漂亮喔 這個就是真的是熱騰騰的 因為像這一款 他們的貴姐都非常的兇猛 展示一下 對對對 真的太漂亮 這個包包好好看 是不是我今天還就是穿了 就是可以搭牌的衣服 有沒有 整個質感升級 對 然後他在台灣買的話 第一個 你一定要跟貴姐的感情很好 他才會從後面的櫃子裡面 拿到前面有可能給你看一下 還告訴你 你有沒有資格買這個包 你知道這個邏輯嗎 我不知道 就是一些精品店 就是有一些包 不是你有錢他就賣你 就是你要比較是屬於有 有關係 手課 VIP 你要買到一個量之後呢 他的好就是 我們是可能自己覺得 特別想要的東西 他你才能有那個資格 他才拿出來給你看喔 所以我走進去 我問說我現在有兩百萬 我要買這個包 不會領你 我要慢慢累積 慢慢慢慢 先從什麼東西開始賣 對 品牌要覺得說 你是真的很喜歡我們的品牌 你有持續性的買的購物 對 你才是我們品牌的忠實者 OK 所以真的有錢還買不到 不一定 所以要在台灣買到這個 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像是這一款 在台灣專櫃賣的話 要七萬五千五百元 是 你在台灣不一定買得到之外 你到了泰國 然後價差 其實我整個買下來 省了一萬兩千元 因為台幣跟泰幣的一些價差 然後退稅退5% 整個縣省下來就變6萬多塊就買到了 差滿多的 對 所以我們交個朋友好棒 我超愛爬那些文的 對 好棒好棒 你知道 懂得精打細算 也可以把日子過得很舒服 是不是 壯壯這邊要跟我們分享 買保養品是不是 是的 因為其實我知道女生在保養品的 她是一年妳會花很多錢的時候 所以我都會在 百貨公司週年慶的時候 一次把它存貨 把它存起來 那其實我可以教大家 就是每一檔期的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你一定要去爬文 你不可以像無頭蒼蠅 直接進到百貨公司裡面選購 你一定會被那個專櫃的小姐 帶到滿頭亂 然後隨便亂買 隨便亂買買了一堆東西 後來回家發現 那都不是你要的 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在週年慶 你時間就先在行事曆上面 在時間快到的時候 網路上都會出現攻略 某某某百貨公司攻略 某某某百貨公司攻略 你把攻略爬完之後呢 你還要看你手上的信用卡 在哪一間百貨公司刷卡 有折扣 有回饋 兩萬塊的東西變成一萬八 一萬八之後現金回饋你多少錢 你的是要現金回饋還是要折底%數 去整個換算下來之後 你才會買到一個最精打實惠 你想要的 那如果沒有那張卡怎麼辦 我沒有那個銀行卡 你就辦啊 哈哈哈哈 是啊 你就辦對啊 其實 辦又不花錢 辦又不花錢 但是你要享受 要懂得去使用裡面 信用卡的整個 比如說你常常喜歡 在星光三月 你就辦跟他合作的信用卡 收狗就是他一直可以使用的 就是每次週年慶 給那個小本本的要收好 對 我都在貼標籤一樣 因為我腦海這種週年慶 就是門一打開 對啊 跟上司一樣的狀態 你知道 這些人都是有做功課的 因為都是有限量 才能快很準 所以你也會 我也會 而且你就是 比如說我要買低排的保養品 我走進去就是往低排走 完全眼睛蒙起來 不可以看其他 如果有人在跟你招手招魂 你就是不能領他 因為你一定會被吸過去這樣子 他們為什麼要找你過來 因為就是我們看起來 就是很 很惱諾啊 就跟你說想買 這個顏色好適合你喔 這個春天這個口紅 我就好了買一支啦 就會買買買亂買 就會買很多 真的有差 你只要搶到那個週年慶 你買了一批 好像覺得萬把塊 但是你就把一年量都買下來 是耶 是省很多錢的 省很多 就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